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在做判斷通常有兩種 一種是透過精密的計算跟分析而來的 簡單講就是我們透過系統二 在做預測 通常在自然科學或工程裡面就是這樣子做的 譬如說你要造一座橋 你要預測它能夠承載多重 這個預測不是你平時覺得 平時覺得它會很糟糕 而這工程絕對就會失敗 你要頻精密的計算 包括它的結構啊 它的材料啊 它的工法啊等等的 然後去計算出來說它能夠載重多少 所以呢上面的車啊 流量啊上面的這個人啊 還有颱風來的時候啊 洪水來的時候能不能撐得住 這就是系統二的預測 我們預測是說橋到底能撐 載重多重 另外一種的預測是用系統一做的預測 然後系統一的預測就是直覺的預測 可是直覺有兩種啊 一種是專家直覺 專家直覺就是他這邊講的 欸 西亞奇大師 救火隊隊員 或者是醫生 他們的直覺喔 是來自於他們技術的專業 還有重複的經驗 他們技術的專業是說 這個直覺是有規則可循的 譬如說醫師要去判斷一個人 得了什麼病 他可能還沒有經過儀器的檢測 他就能夠判斷出來為什麼 因為這些病有一些症兆 有一些症狀 這些症狀都是醫學科學研究出來的 然後其他上他的重複的經驗 他不斷的練習 每天看好幾十個幾百個病人 所以他看久了他自然就知道說 所以這個人大概是什麼狀況 他的直覺就叫做專家的直覺 可是另外一種直覺是來自於我們的捷徑 捷徑有很多啊 我們之前介紹過情意捷徑 可能受到你情感的影響 對不對 這就是一種捷徑啊 所以翻過來 250頁 這第二行 其他的直覺就比較主觀 是指第二個 捷徑的部分比較主觀 跟第一種從捷徑運作中出現的直覺 難以區分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專家 你可能會有專家的直覺 可是這種直覺跑出來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有這種直覺啊 跟你無來有的捷徑的直覺 可能是偏見錯誤的這種直覺 你其實是分不太出來的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會有這種 叫做權威效應 或專家的謬誤 專家的謬誤就是說 有一些專家要撈過界的 他在他的領域之內 他是直覺非常準的 然後他講的話都是對的 可是大概一跨越 這個 他的自己的專業的領域之後 他一樣會有一些直覺啊 所以他一樣會覺得 對他自己的判斷沒有信心 譬如說一個人如果是諾貝爾的 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 他的化學方面的直覺應該是很準的 對不對 可是呢 當他看到一個社會的一些亂象 他覺得說我們台灣的教育 是不是輸了問題 這時候他讓他的直覺去判斷說 這個教育的問題就出在哪裡 請問他這個直覺有沒有任何的根據 他有修過四年的教育學嗎 什麼的教育學 沒有嘛 所以他根本不懂教育 可是他為什麼會做主要判斷 也是一種直覺啊 這樣沒有直覺 對他來講他是分不分不出來的 就好像救火隊隊員隊長 進到房子裡面說 大家趕快測出去 這間房子有危險 一測出去之後整間房子倒塌 你問他說 你為什麼會是倒塌 我說我不知道啊 我就覺得好像有危險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危險 我就測出來了 然後跟他去買股票的時候說 趕快把股市測出來 這次股票準備大跌了 然後大家聽他的話測出來 然後開始大漲 我說你那什麼直覺 我不知道我就有直覺 這樣一種直覺到你心裡面 感覺是一樣的 你分不出來的 所以他剛剛這邊第二行說 這兩種結晶是難以區分的 所以要靠人為的 你要很理性的把你自己的判斷 控制在你的專業的領域裡面 就好像康納曼來台灣演講的時候 他這本書裡面講的都是什麼 我們大腦的判斷的篇物 我們台灣的這個翻譯者洪蘭就問他說 那你這個理論如果運用在教養方面 應該要怎麼樣來運用呢 康納曼就回答說 教養的部分我不是專業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然後有人問他說 欸那我們現在台灣齁 在講這個齁 這個核能的事情 反而跟挺核的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他說核能的問題不是我的專業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他每個都不是專業 他就說我的專業就只有寫在裡面 我剛剛都已經講完了 就是這樣子 他不會去撈破戒 他對自己的這個判斷是很很嚴格的在看待自己 他不會去講一些他不懂的東西 因為他知道他的身份 他是諾貝爾獎得主 他今天隨便講一句話 大家都會把他當成真的 就會變成專家 可是他很理性的去克制自己這一點 他對於核能有沒有他自己的旗號 一定有啊 他對於教育有沒有他自己的直覺 他一定有啊 他自己也有小孩啊 他也在管小孩的時候 他也會有直覺啊 對不對 也會想要小孩犯錯的時候 也會想要懲罰他 可是他這個直覺就是錯誤 跟教育的裡面不符 所以當他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他是不會去做這樣子的理論的推幅的 然後繼續看